美国又偷学中国模式了 啥一次呢 这两天 老美交通部宣布了一个重磅项目 他们将花12年的时间 在全国公路大力来布局车联网技术 简单来说 就是因为美国公路太差劲了 单单交通死亡人数 每年都高达4万人 按照比例比中国还要高出一倍左右 如果算上受伤的 那就更多了 这么高的伤亡率 让老美相当没面子 号称科技灯塔 人权大师的美国 怎么能这么不重视生命呢 于是老美国内一堆人在骂交通局 说他们不作为 还拿中国的基础设施夺猛牛 来阴阳交通部的官员 老美交通安全局也是被骂得够呛 但是中国极限狂谋的模式 实在是学不来 怎么办呢 他们另辟蹊径 盯上了稍微简单的技术 车联网 按照老美交通部的说法 车联网可以将路面上的汽车 行人与基础设施等信息整合起来 再实施共享一下 那么车主就可以通过车联网 清晰地看到实施路况 从而减少事故发生 甚至能做到零死亡 听者是不是很熟悉啊 没错 老美就是在偷学中国主导的 车路协同自动驾驶路线 自动驾驶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单车智能 依靠汽车自身的人工智能 实现自动驾驶 另外一种就是车路协同 将汽车与路况信息融合 汽车可以提前判断路况和行人 从而做到自动驾驶 这两种各有利弊 老美的人工智能领先 因此美国企业主要是以单车智能为主 典型的代表就是 特斯拉与谷歌的自动驾驶 中国技术设施最强 更加适合主推车路协同 但是中国却没有这样做 反而是车路协同和单车智能一起搞 打过我嘛 就是有底气 我全都要 将来不管哪条路线是正确的 我都可以利于不败之地 但是由于老美主要路线是单车智能 所以有些人天真的以为 中美自动驾驶之真 就是单车智能和车路协同的荒诚PK 以前老美企业比较早研究自动驾驶的 马斯克这人又喜欢先吹一波再说 大部分人都觉得特斯拉才是自动驾驶的王者 因此单车智能就被很多人推上神坛 什么便宜好用全球都能开等等 中国的车路协同反而被说成成本高 推广难度大等等 反正双方炒翻了也没啥成果 结果谁也没想到 老美官方亲自下场了 承认只有车路协同路线才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这就让特斯拉相当尴尬了 难道我单车智能就不能避免更多的车祸吗 在老美交通不开来还真不能 至少短期内无法推广 更关键的是 老美这次车路协同项目太特殊了 首先它的周期和规模相当大 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任期只有四年 因此他们的技术规划一般也是以短期为主 可是你看看这次的项目 一次性做出12年的长期规划 那是相当罕见了 还有一点就是覆盖范围也很大 按照老美交通部的意思 车联网将覆盖到老美全国的高速公路系统 大概有75个程序可能按照这种技术 如此长的周期和规划 我估计老美并不是在复影了事 可话说回来 这么长的规划 我怕老美很难建设下去 先不说下任总统会不会改变主意 就车联网技术本身来说难度也很大 车路协同其实是老美自己提出来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 老美却提出来建立一个智慧公路 利用基站 摄像头 网络等设备 把所有的汽车连接起来 后来为啥失败了呢 答案就一个字 贵 老美当时用的是W链网络 设备又贵 网络又不稳定 后来只能放弃了 现在呢 我估计老美同样得协采 车联网需要5G基站 云计算和数据户等等 还要将原本的公路改造一下才行 以老美的基建能力 我觉得很难 而且老美的5G基站贼贵 一个基站的成本高达25000美元 贵的甚至能够达到35000美元 相当于20多万人民币 比中国的贵了5倍以上 这还没算上后期的维护成本 如此昂贵的成本还想要覆盖全国 我估计够强 只能说中国模式不是老美想学就能学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